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在福音里面说到尼多德摩 晚上就去找耶稣聊天 为何在夜晚呢? 很多诗经学者都告诉我们 尼多德摩是一位公议会里面的议员 也就是说在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 相当于我们今天立法会、行政会 大人什么 于是就不想被人见到 他就去找耶稣 好像不懂事,问耶稣 更加没有面子 晚上去 不过从灵修的角度来说 也很有意思 就是在夜晚 万乃驱直 离开了日间的繁杂 这些吵吵 我们安静下来 在主面前坐下 向他谈谋 聆听他的教导 人要由水和圣神而生 才可以进入天主的国 水和圣神代表什么呢? 水是物质的东西 圣神是灵性的 水代表人的努力 人的付出 而圣神就是天主的慈爱 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所以两者要一起 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意思是 我们要这份重生 要人的努力 天主的慈悲 两者一起 看看我们 这么多年 领了洗 不单是领洗 领洗 当然就是 重生的转裂点 但是 每一次 我们跌倒之后 去扮告解 这是努力 要自己去找神父 走进去 告解地方 要省察 要忏悔 这些全是水的 人的努力 但到最后 我们是与慈悲的主 宽恕的主 相遇 这就是灵性的 圣神的这一部分 这样的话 郭兄弟姐妹 很多次 我们的恶习 毛病 遲了我们 很久 自己也不好意思 有时候 去扮告解 说来说来 都是那些事情 但不要这样放弃 因为天主不放弃我们 圣神事常在等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 有水和圣神 我们就能够进入 天主爱的祸祸祸 体会到 我们是他所深深所爱的子女 关系的姐妹 等我们都找到一个夜晚 一个灵性的晚上 当然不一定是夜晚 就是一个静直的时候 一个与主单独相处的时刻 坐在他面前 向他谈诉 都聆听他的教导 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天主的国 任王福音 三章五节 字幕君